最近蛮晚有一辆进口电动车的车主 因为车子发不动 请来拖吊车要再回原厂 这个途中呢 司机疏忽忘了收吊币 才开没多远 吊币扯到电线 还把电线赶给折断 就砸在载运的电动车上 也造成附近的区域因此一度停电 才令人赶到现场修复 尽快恢复电力还有网路 至于这位倒霉的电动车主 光是修理费出估就要价80万元 路口的监视器拍下 他载着电动车的黄色大型吊车 因为吊币没收 才开了30公尺就扯到电线 电线杆因此折断 砸在电动车上 不但引起大量火花 还差点打到要回转的一名机车骑士 而这么一砸不但使得电动车车顶毁损 还造成附近大停电 有一台黄色的吊车 然后它好像是升降的那个梯子 没有降下来 然后就勾到上面的电线杆的线 然后就碰了一声 全部的电线杆就 那一只也有倒 然后全部就倒了 然后交通就很混乱 事故发生后电线散落地面 警方及盲派人指挥交通 请来台电人员用吊车扶起电线杆暂时固定 暂时恢复附近的电力及网路 原来电动车的车主是因为车祸被撞车子发不动 请来拖吊车要再回原厂 没想到司机竟然忘了收吊币 党媒的车主原本只是车子发不动 后保险杆毁损 后来竟然演变成车顶被砸坏 由于这部车是进口车商 新推出了电动跑旅车 新车价要408万 这么一修修理费至少要80万元起跳 电线杆砸到的部分就是左边车顶 逼住两个车门 那那边可能就需要融切 拖吊车司机一时疏忽尿成大祸 现在除了电动车主要求长 台电也要锁套电线杆的修复费用 记者杨文化台电报道